我們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做天氣預測 預測天氣 預測天氣 天氣很重要 想要出去玩 希望是晴天 農夫種田 這個時候希望有下雨 那個時候希望雨下的稍微少一點 所以他需要能夠 知道天氣的變化 可是古人 沒有什麼氣象局的知識 也沒有什麼儀器 所以他又只能夠憑生活經驗 來判 然後生活經驗累積久了之後 就給他一個規律 就留下了一些俗話 立春是2月4號 清明是4月5號 這個指的是春雨的階段 春天天氣轉換 天氣不穩定 一天晴天 一天雨天 這個大家都知道 螞蟻搬家 蜻蜓低飛 青蛙乱叫 就表示要下雨了 下一個是台語跟國語都有類似的話 未吃5月種 破熬不可丟 沒有吃重之前 冬天的衣服不要收起來 破掉大衣不可以丟掉 為什麼 因為天氣都有還有可能會變冷 所以破熬不可丟 這種根據生活經驗所累積下來的 有個問題是有地域的限制 東北人的生活經驗 跟華南人的生活經驗是不一樣的 同時呢 大家弄久了 就可能會以而傳而 像那個上面寫那個颱風潮啊 什麼颱風潮有幾個折 你把這個經驗有寫台灣 我們根本就是亂講的 好 這是古人 只能憑生活經驗 我們現在有氣象學的知識 我們有儀器 我們有衛星 我們有雷達 可以幫我們收集資料 帶到我們的知識中 帶到我們的模型中 就可以幫助我們 去來判斷天氣的改變 就做成了天氣預報 告訴我們高溫低溫啊 晴天雨天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最基本的觀測的單位 叫做觀測瓶 觀測瓶 它會量我們的溫度 濕度 降雨的情形 還有日照的狀況 然後到來會化成地面天氣土 然後到來會化成地面 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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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是量溫度,一個是量入點,入點就是相對濕度,刀中在焦 量日照 第一,剛才在影片中有出現,你可能沒有注意,考試有考過,那個百葉香,百葉香要避免陽光直接的曝曬,所以問題一,漆成什麼顏色?白色很好,反射輻射熱,第二個,開口避免陽光直射,所以台灣開口朝哪一方?北方 因為對台灣而言,陽光盛景色大部分都偏哪裡?偏藍,所以被北方,這個考過的,然後我們根據這個送過來的資料,我們就畫出一個地面天氣圖,你每天看天都看到這個,氣象局用來預報天氣的主要的材料,空氣圖,這也是我們考試的主要材料,用這一張圖, 考你一坨拉股前面所學過的所有事情,說這個有個X,問,S是高壓還是低壓? 市中還是逆時中?旋處還旋入?晴朗還陰雨?問你,這圖上面,問你這圖上面顯示的是哪一種封面? 圖上面顯示的是哪一種封面?畫一個甲,畫一個椅,然後問你,甲跟椅的溫度誰比較高? 誰的壓力比較大?隨便點一點,問你,風向吹什麼風?這全部都是我們前面學過的事情,通通在這一張圖裡面把它考出來,所以,前面學是要會,然後要會看圖,把它通通弄得懂,所以,天氣預測,需要地面天氣圖,考試就喜歡考天氣預測,拿出地面天氣圖, 考你所有前面一張圖,學過的東西,有問題了嗎?沒有,很好,我們現在有氣象雷達,我們有氣象衛星,會幫我們蒐集,然後我們就得到三種雲圖,一種叫做可見光雲圖,可見光,就是可見光嘛,你後來就教過了,平常看能見的光,可見光,這種雲圖通常是來拍雲有多還是少, 雲多還是雲少,這個可見光圖,我講過了,帶風雲通常跟誰有關?封面,圖上圓圓的像誰?颱風,這圖上面有一個封面,同時呢,有一個颱風,有個颱風,好,再來是紅外線,拍紅外線的,紅外線雲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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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可見光圖有更多, 什麼好處,晚上可以拍,晚上沒有可見光,但是可以拍到紅外線,它通常來拍雲有多高,雲高,比較高的雲,比較不會下雲,還有雷達回波圖,它也跟紅外線有關,來測量空中的水氣的含量,水氣含量的,這個是紅外線雲圖, 這個叫做雷達回波圖,你通常是在下過大雨之後,看到氣象局會把這張圖搬出來給你看,因為它可以顯示水氣的含量,它的右邊這裡,偏向這邊的,就表示水氣含量多,所以你看到這一塊,水氣含量比較多,就表示它雨量可能會比較怎麼樣,大,雖然不是百分百, 但是呢,可以讓大家知道,這裡的水氣多,所以雨量可能會比較大一點,所以你會在下過大雨之後,像你把這個圖搬給你看,說這是我的雷達回波圖,哪邊的水氣含量比較高,含量水高,所以雨量可能會比較大,這三種圖,請記得我們有這三種,可見光雲圖,紅外線雲圖,跟雷達回波圖,要知道雷達回波圖, 波圖是看水氣含量多寡的,請問有問題嗎?沒有?OK?